對 畫面看到的是 黃振東 非常年輕的一個選手 他主要呢 他的跑的步伐呢 所謂的腳步呢 下盤非常的穩健 沒錯 而且呢 他在進攻上呢 基本上是沒有很輕的 基本上都是加速的 加力的一個進攻能力 包括他的反手擰球的技術 前場比賽面對許欣可以看到 不僅拉的弧線 擰的弧線非常低 而且還有這個加速的效果 對 他的擰球呢 可以看出哦 他是比一般的選手不一樣哦 他一般的選手可能擰過去 只是角度的變化 他是等於是一個 快速的一個擰球的功力 這個畫面看到的 延安 他也是屬於 一個搶攻型的選手 對 所以 待會呢 比賽的過程呢 勢必是一場激戰 對 而且發球方呢 會怎麼樣製造一些進攻 單打來講當然 以短球為主哦 然後製造進攻 兩位選手在今年的中國公開賽上 曾經兩度碰頭 在U21組的男子單打決賽裡頭 帆振東以4比2 擊敗了延安 不過在 公開組的賽事 發強賽 兩位選手又碰在了一塊 當時獲勝的變成是延安哦 4比0 直落4擊敗了帆振東 今年度 這是第三度的碰頭了 在公開賽的場合上面 就看一下 到底鹿死誰手 第一組的比賽馬上就要展開 率先發球是身上紅色球衣的延安 他是短球 哇 這一開擊呢 我想 凡正東也很清楚 短球先做好處理 他是擰球 這個是台內的進攻的一個 手法 1比1 輪到帆振東的發球 平安上手的速度非常快 對 才接發球呢 就直接就進攻了 來到中原台 哇 這個全部是發力 所以這兩位選手呢 從這一球 就可以看出 他在中原台 左右開攻 不管左邊右邊 誰的力量大 誰的穩定性強 大概就是很重要 贏球的關鍵了 鹽安 3比1的領先 好 出網要重發 好 互相的 這種打球的節奏 非常快 一開賽就有這種火花四射的感覺 哇 這個 互相的做一些 拉球的一個對抗 相較之下 延安似乎想要把速度帶個更快 去壓迫到 凡正東的擊球節奏 漂亮 一個左右調動的一個提圈球 在平面交比的優勢呢 就是旋轉度可以增加 難道速度可快可慢 當然 像 讓環正東呢 很清楚 要調動對方的正所謂一定要快 好 先轉球 漂亮的反拍的進攻 對 反手的拉球 碰在球塊上面 直接是噴上去啊 可見這個力道有多強 3比4 環正東 進一步把差距給縮小 好 這個發球呢 因為一個出台球 接發球方的 云南當然 不能放過 這個最最擔心的 就是你發長球 結果出來 第一個彈掉就出台 好 反拍 很可惜 云南的 反手自己造成的失誤 雙方的來回其實都非常快啊 就算打多拍 還是感覺在一瞬間的結束的樣子 嘿嘿嘿 這個打球呢 完全是 力量 對力量的 的一個進行 現在第一局進入到了中半段 兩位選手贊成了5比5的平手 輪到環正東的發球 第三板的搶攻 這個就是發球的一個 弱點變化 製造好的搶攻 在 單打比賽 所謂的發球搶攻呢 是決定勝負的 當然接球方一定要 控制 不能讓對方容易搶攻 好球 原來呢 忽然一個中路的 一個弱點 壓擠到環正東 這個應該是動作慢了一拍啊 對 在欣賞前一場 梵正東跟許欣的對戰 甚至有時候會覺得 梵正東出手的速度 比許欣來得還要快 不過 這場 年紀差不多 兩位選手的較量 真的是一場 速度跟力量 的對決 六比七 目前延安一分落後 哇漂亮 原來呢 也清清楚他的隊友呢 反正都會 迎前領球 結果突然發長球 這個也是對自己的 隊友非常了解 七比七 好球 原來後段呢 已經開始 做一個側身的強拉 他 互相 大概都是 完全是進攻 那你能防得住嗎 基本上 防守者是 比較 屬於劣勢 好先搶攻 又是由 南正東 主動進攻 拿下了第八分 正手的短球之後 銜接第三板的搶攻 稍微出台的球 就被凡正東 逮到機會 八比八 好 哇漂亮 感覺上呢 這個圓安好像已經 很清楚 凡正東的移動的方向 這個球也是 讓他覺得 沒辦法做一個回擊啊 又來了 又來一個 這完全是 了解 凡正東的 接發球的時候呢 會向 向右移動 對 所以故意發一個 他故意發一個長球 你根本就動不了 偏左的出台球 所以凡正東必須要 一位之後 才能過來接啊 當然也給了 延安搶攻的機會 對 延安說 我已經做好功課了 我知道你的習性 這樣是 也讓延安 現在取得了 局點 好 反正東 也把握住 自己發球的機會 9比8 9比10 抱歉 那當然 對延安來講 還有一次 應該大膽的進攻的機會 因為目前領先1分 排斷 搶攻 這是凡正東的幸運分 10比10 兩位選手 在第一局的比賽 就殺到Deuce 好 那接下來呢 當然 由延安發球 是不是還能夠了解 凡正東呢 他接球的方向呢 剛剛的發球策略 顯然受到效果 還是 點走 哇 這個球 凡正東 他已經做好準備 這個球 事實上是打得不錯了 沒錯 可惜 這就是太場出界了 延安又一個局點 這是輪到延安主動的一位 來擬球 搶到上頭的機會之後 延安 12比10 帶走了比賽第一局的勝利 在這場男子單打的冠軍戰當中 延安是取得了先機 男子單打決賽的轉波現場 第二局的比賽 凡正東要先來發球 好球 好球 這個 以前的延安呢 第二局開局呢 還是發揮他的強勁的反拉 這個選手呢 基本上呢 沒有所謂的輕輕的回檔 都是 每一板都是用全力在併 這是全力在對攻的 出王 這個球 可能警告 要 黃正東發球 是不是 拋 要拋高 確實 他的 手跟球的理所的時候呢 還是跟著球 因為這要 規則上要16公分以上 在畫面上看起來 是他接近 接近16公分 嗯哼 當然 主審 如果有意見的話 會先提出警告 如果再沒有改進的話 可能接下來就要面臨到罰分的 這個懲罰 哇 2比 目前延安一分的領先 第一局的比賽 兩位選手殺到Dews 延安以12比10先下一城 好球 最拿手的 橫移過來 台內擰球的功力 非常強勁 但是呢 這一球 打完之後呢 到中段 適當的時機呢 可能又不會 又直接發長球了 有可能喔 這個 互相的一個猜測 預測 第一局的比賽來到後半段了 延安曾經連續兩度 發到 凡振東的反守衛 偏左的出台球 讓 橫移的凡振東 接得很不順手 不是接掉了 就是被延安搶到進攻的機會 哇 一樣喔 就是要一點調動 好 攻台隊啦 最後呢 由延安呢 拉的角度呢 擠到了 韓振東的身體了 哇 這是強力對強力 3比3的平手 又是一個 分數拉鋸的戰況 來 可以觀賞一下 延安這一次的發球 是不是又改變了 好 一樣是 短球為主 4 3 連續兩個白短 落臉不同 帶給 凡振東更多的壓力 第二次發球 漂亮的一個側身喔 帶點喔 這個滑拍喔 這個球呢 完全是一個 一個摩擦的角度呢 會讓這個球呢 往身體喔 所謂的 弧線呢 擠到身體 並不是這麼規則的 彈跳 好 來 走 翻 凡振東 迅速的搶回了第4分 一分差了比賽 凡振東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今年度 今年度 對凡振東來說 絕對是豐收了一年 中眼台 對啦 哇 漂亮 還是延安齁 擊球的弱點 基本上是不讓 凡振東用正手反拉 當然 當然這個步伐要很快 哇 力量對力量齁 6比4 延安對於凡振東的一個 腳步移位的預測 相當準 幾乎球都是往他的身體送 對啦 哇 漂亮 這個凡振東 這一次總算有機會的 用他的正手呢 反拉 完全是一個質量非常高的一個 弧牽球喔 不過目前領先的還是延安 6比5 哇這個第二次發球呢 延安 是不是會改變發球的弱點呢 因為球 球速呢 來到中後段 好 突然一個改變 哇這個球呢 自己設定的非常好 大概比賽的過程當中 當然 場上能夠這麼冷靜齁 就是不簡單了齁 就是不簡單了齁 所以圓安這個球 雖然是掉了齁 很可惜 6比6 好球 閃振東 再一次的正手的拉球 拿到第7分 我想圓安應該要落點齁 稍微偏走比較安全 對 反手 對反手的 沒錯 這個就是 當你呢 感覺不對的時候呢 要隨時改變 畢竟是11分的比賽齁 好好去做到 落點跟擊球節奏上面的變化 不過兩位選手 基本上在節奏的部分 都是以快打快 關鍵的兩隻發球 哇 還是改變這個位置 這個 對圓安來講齁 這個功課已經做得很好 只要我後段呢 我的發球呢 往 黃振東的左邊 一個左半台呢 特別多啦 那 黃振東 考慮一下 是不是不要亂移動啊 第二次 還是左邊 這次呢 他就不動了 有所準備 這個 同樣來自中國的球員 太了解了齁 站穩在原地 對 他不移動了 準備好 反手直接領球 八比八的平手 發球拳現在來到了 黃振東的手上 好球 反手對拉 還是由 黃振東拿下了第九分 但對單打來講 發球拳呢 不太有利 現在應該是會發短球 看能不能直接進攻 好 短球 漂亮 兩人的處理 反應非常快 直接撥向對角 直接的撥攻啊 這難度很高啊 而且是蠻低的球啊 所以這個比賽的過程 一定要大膽的假設 而且呢 處理上果斷 看到一個不斷的球呢 直接就是打向 一個對角線 九比九 來到第二局的後半段 兩次發球 還是 成功的領球之後 場下分數 對 黃振東已經心裡想 我的領球呢 終於有發揮了機會了 他的 橫移過來 這個球喔 相當的 出手速度又快 所以威脅性很大 再次 哇 這個好球 還是 雖然 黃振東呢 進攻的領球齁 但是你可以看出 圓安的反應 直接的反拉 對 這反射神經非常好 十比十 連續兩局的比賽 兩位球員都殺到了Dews 才能分出勝負 反正都先來發球 抓來 哇 圓安這個想法很大膽 直接橫移之後要來擰對角 一個斜線球 在這兩位選手呢 基本上的打法很類似 相似 那應該是在平常的訓練 都是這幾招 套好的一個擊球動作 這個球你可以看出 圓安呢 還是 直接打向 黃振東的 一個反手 還是發球上變化比較多啦 這個圓安 非常清楚 十一平 好球 繼續的 進台領球 拿下了 第十二分 其實剛剛 黃振東 因為有這個 橫移的動作 其實有被圓安給逮到 搞不好 接下來 樊振東也可以利用到這一點 去調動圓安 所以樊振東現在會猶豫 他到底會不會發我的正拍 正拍 哇 直接側身了 毫不考慮的搶拉得分 第二局的比賽 贏家依舊是圓安 歷經了Dews之後是3比11 再度打敗樊振東 在這場難丹的冠軍戰 目前圓安2比0領先對手 對手 對手 圓安的發球 目前來講 事實上 掌握得非常好 也讓 樊振東 到底要 擰球 還是 被擠到 這個 這是落後的主要原因 圓安這次的 反拍得手 讓他在第三局的比賽 先持得點 樊振東現在氣勢 有點被壓住的感覺 突然又要擠上這個長球 幸好是觸網 否則樊振東可能沒有做好這樣的準備 我再發一次 樊振東這次 強的擰球反擊 1比1 對 在揭發球上 應該樊振東先要判斷 不要一看他還沒有出手 就橫移過來 結果球不是落在右邊 這分 圓安打得有點急了 由內而外的旋轉 這個長球讓圓安處理上面 反應稍微慢了 3比1 目前樊振東 小福了把差距給拉開 好球 好球 可以看出 再次的 這個發一個長球 這個長球 基本上就是 等於是時間差 所以你會發現說 樊振東 你要橫移過來 我就發個長球 還是反守衛 對 這時候呢 樊振東就很慢了 他慢慢的思考 這個球呢 當然就是這個站穩 直接的反拍的進攻 如果公宇這個 發球的變化性來說的話 今天圓安是 表現的比 樊振東還要難以出色 包括利用到對手的站位 都能夠有效的發揮作用 可惜啦 這個機會球 是圓安呢 自己也覺得 自己呢 打得不好 這個球出界 好 八段球 哇 原來再次的 正手 拉球 十五 哇 這個第三集呢 突然間怎麼 進攻啊 失靈啊 一分的差距 一下子被拉開 哇 這個反拉 這個反拉 相當速速 幾乎沒有什麼準備動作的出手 對 他這個 球呢 落在球台的第一時間呢 原來就是加速的 做一個反拉 這個難度很高啊 對 好 同樣的 樊振東呢 也是以反手呢 打向 延安 正手位 拿下了第七分 第三局的比賽 延安發生了 比較多的失誤 也使得 雙方的差距 始終維持在 一定的 程度 好球 速度 加速度 那 兩位選手呢 都是使用 一樣的平面膠皮 沒錯 反拍的一個 做一個 前衝式的拉球 再次的正手位 還是沒有拉到球 對 延安來到這一局 突然有點 集中力下降的感覺啊 原本幾個應該對得到的球 最後通通失守 差距現在來到了 六分 好 漂亮 可是 出手的時機呢 都是球的上升期 就 完全打出去 沒錯 分數現在 改寫成了 九比四 原來呢 想辦法積極振作了 好 範正東 台內領球出界 看得出來 範正東非常想要 趕快把這局搶下來 有點短的球 還是選擇大膽的出手 9比5 好球 漂亮 正拍 稍微引下來了 反拍 結合正拍 這是橫拍呢 最佳的一個武器 好球 這個球 也是圓安的進攻 造成的失誤 這局比賽 圓安打了自己 也有點洩氣的感覺 有些能夠把握出的機會 自己並沒有能夠掌握好 對 應該是 攻擊的主導權勢在圓安 好 7比10 現在 樊正東還有三個局目點的機會 拿下這一局對 他自己的士氣來說 會是一個很好的提升 這個球 發完球呢 就要拚了 所以呢 對這個落後的圓安 完全是 還不放棄 當然這個比分就是 差跡也是一兩分而已 只要呢 戰術上呢 執行的 穩定性提高 就會贏球 對 好接下來呢 當然 由領先的 樊正東發球 最有效的 就是搶攻 盡量不要發長球 對 先發短球 直接得分 圓安的領球出界 第三組的比賽 由樊正東獲勝 比數是11比8 在這場 男子單打的決賽當中呢 目前樊正東 追成了1比2 還有一局的路後 回到 比賽的現場 2013年瑞典公開賽 男子單打決賽 兩位中國好手 頂尖對決啊 現在比賽進入到了第四局 樊正東 好不容易 在第三局的比賽 掌握住 延安 集中力有點下降的機會 11比8 先搶下一局 好來 好可惜啦 這段期間 延安的失誤率有點高 但整個進攻的節奏 速度是延安目前掌握得不錯 只要穩下來 拿分的機會就提高了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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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長久呢 樊正東已經早就已經準備在那邊 做反手的拉攻 好接下來 樊正東 怎麼樣做一個進攻呢 在發球上應該是比較有機會 還是被控制短球啊 也讓延安取得了領先 好球 互相的想要正所的對拉 現在打法上面 延安也做出了一些改變 從原本的搶攻到現在 先一開始控制 再來尋求進攻的機會 對 大家我想整個比賽到目前來講 還是延安好像比較了解 樊正東的整個打法 哇 這個對極限的反手拉 高難度的一個球的路線 樊正東的反拍的拉球 還有擰球呢 是這個力量的大於這個延安 太兇了 直接的出界 雖然說擰球是一項重要的技術 但也不能每一個落點 每一個球 都有辦法擰得這麼穩定 對 你看 因為他有旋轉不同 所以你要很清楚的 偏高 這個球呢 反倒呢 原來逮到了 這個球呢 樊正東想要發短球 但是他 看這個畫面是彈得蠻高的啦 當然 他的隊友呢 他的對手呢 不客氣了 強攻了 三分差的比賽 這個球還要嘗試摘板 每個選手其實也都了解 想要 戰勝對方啊 必須要先搶到主動拳 好來到了 6比4 領先的延安發球 我想這兩球裡面呢 其中一球應該會往 樊首位發球 樊首位 這個很清楚 我想我們 從這個整個過程當中呢 延安非常冷靜 他只要的關鍵時刻呢 他知道 樊正東的領球 應該會出現 他就不讓你領 第二次發球的 集倉球的機率也蠻高的啦 應該也蠻高的 看他怎麼發 好球 直接的 全中線 讓你沒辦法做領球 直接的扣殺 這個球碰到球網上面 露田改變了 樊安很快的到位 對 這個 看起來還是 比較年輕的樊正東 要稍微學習一下 這個心理的作戰 兩個球是差不多啦 說實在 哪一個能夠掌握自己想要的戰術 大概就會贏球 樊正東 你發球 能不能直接吃到 延安呢 還是沒辦法 被反攻的 這個球幾乎從球桌外面 把車送回來 延安這一分拿得漂亮 差距拉開到五分 今晚第三局好像有點失神的狀況 但是馬上延安調整回來 是 發球 在日零 squ 西五分 10比4 延安逼出了六个局末点 这个球也是 应该是延安打得非常的漂亮 最后一球呢 触往这个出界 有点点双方在一开赛的时候 油门吹得太紧 现在来到中半段 各自都有一些问题出现 这时候樊正东再次的失误 送给了延安在第四局的第11分 拿下这一局之后呢 延安也在瑞典公开赛 男单的冠军战取得停牌优势 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我们转过的现场 欢迎回到爱尔达体育台 继续来欣赏2013年 瑞典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战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好手延安 目前暂时以3比1 领先队友樊正东 哇 这个领先的延安呢 气势震旺喔 连第五级呢 开几发球就要侧身抢你了 好嘞 过 大家我想对樊正东要拿分的话 势必在处理这种接发球上 一定要有所了解 到底是左边来球还是右边短球 哇 漂亮的一个 延安的拉球 左右开攻 其实对于樊正东回球的路线 也都算得非常清楚 对 事实上这个已经是属于 三球里面呢 基本上都是强攻 完全没有稍微带有慢的进攻能力 哎呀 可惜了 樊正东一个偏高的球 打丢了 那局势呢 对樊正东非常不利 那现在又由到延安来发球 过去这样转播到樊正东的比赛 都感觉出来 面对这种老大哥等级 他总是气势凌人啊 往往都还能够凌驾在对手之上 不过今天面对到延安 反而有点被压住 打得有点闷的感觉 这个对 当然延安这个球 这场球赛呢 他的抢攻的积极度呢 还有设计的一个战术呢 都相当好 那现在还第二次发球 这个要警告是不是 这个拖延时间 其实这也是在瑞宁公开赛上 不是第一次看到裁判在警告场上选手 比赛必须要加快节奏 事实上呢 我想从比赛的过程 两位都是蛮快的 没有什么拖延的感觉 3比3 相互的白短之后延安 抢先上手 很有技巧 直接的攻向 这个樊正东的中路 这个球是最难防的 对 樊正东 又是白短 可以看出哈 非常积极 整个呢 在进攻的策略呢 能够撤 就一定是撤 那相对的 樊正东呢 这场球赛呢 大概一直想用反手拧球而已 当然这个拧球也是他主要的武器 对 只不过在战术的设计上面呢 延安发挥的是比较出色 5比4的1分领先 哦 现在樊正东的 拧球的威力发挥出来了 想要闪生啊 这个闪生太勉强了 太勉强 连续的拧进两颗球 让樊正东 在第五局的中半段 追上了延安 好球 把球抢攻 拿下了第六分 当然这个 对一个选手呢 尤其 这个5比5后的发球呢 一定要能造成一些 好的进攻的模式 第二个发球 一样的发球 想要 正反两面哦 进攻两大角度 反手的这一板斜线 力道稍微大了一些 现在樊正东 7比5 2分的领先 出界了 想要突然间发向左边的位置 第一次发生了这样子的 发球失误 再送给樊正东一分 还是用长球 但是 这一回也在 樊正东的 意料之中 对 这个 分数呢 在 后端 我想 樊正东要特别注意 这个 集长球蛮多的 这个球好像要出界哦 突然间还是 跑进来 后退两部接球的情况下 最后 延安发生了失误 我接下来的 第二次发球 延安就掌握到了 直接在台内 第一时间的反击 对 这个球应该是 拼的球的感觉 好 延安的发球 好球 快速的反拉 7比10 樊正东 樊正东还有三个 局点 哦 又被延安救了一分回 哇 这个球 原来呢 也稍微 做一个轻轻的回击 拿下分数 当然 樊正东 这个 还领先两分 要尽量的做一些发球 短球来进攻 再追上一分啦 分数呢 只差一球了 现在压力回到樊正东的身上了 看起来能够再追一局回来的局面 现在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10比9 剩下最后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 还是发短球 哦 又是有点差边啊 这个球 延安回击 掛网也让 樊正东 有惊无险呢 以11比9 抢下了第五局的胜利 目前 两位选手在打完前面五局之后 领先的依旧是延安 3比2 还有一局的领先 2点公开赛 男子单打的冠军战 樊正东和延安的对决 现在来到了第六局 目前领先的还是身穿红色球衣的延安 对 当然 对樊正东来讲 拿下的第五局 第六局呢 还是要凶一点 毕竟呢 这一局呢 拿下来还有机会 打到接盛级 那樊正东的反拍 他是比较有一些 所谓的冲力 过去两轮的比赛 房正东都是历经了七局大战 才打败对手 而且同样都是来自中国的选手 包括了周宇 包括了许晶 都是 那延安当然不想要夜长梦多 已经有了听牌的优势 刚刚已经让 樊正东先偷了一局回去了 这局他务必想要把胜利给锁定下来 3比1 在第六局的开局 延安 还是抢得了先机 好 抢攻 哇 可惜了 樊正东呢 再次的进攻 自己看看他的胶皮 是不是 他没有打好 胶皮有没有问题 应该是没有问题 只是步伐没有跟上 从第三局开始 两位选手就轮流出现了一些状况 第三局是延安 第四局变成樊正东 刚刚的第五局 又来到后半段又是延安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时候呢 樊正东直接叫暂停 这个因为有一分钟的时间 让他思考一下 对 赶快把刚刚乱掉的节奏重新找回来 现在有着四分的落后了 对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互相的 采取攻势 那如何的 加速的 这个拉球 就要 找到好的机会了 那目前来看 应该是延安呢 比较多 有一些正手的进攻 好 现在领先的延安 是不是为了要赢球呢 八球就有些变化了 还是正手转球 非常凶 好强力的板啊 对 非常凶 延安拿到了第六分 好强力的 лес 好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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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买了 正手的短球 樊正东快速一位之后 招牌的拧球 他基本上已经想说 樊正东你会拧到我的 反手位 所以准备要来特身的 好强力的 对 輪到延安喊出了暫停 對這個互相一次的暫停機會都用光了 那是不是說在領先的延安 基本上應該的策略就是屬於發球上 應該開始要變化 這局對兩位選手來說就是決勝的關鍵 對我想他不會保留了 應該以延安來講 除了搶攻之外 利用他的發球弱點 做一些阻擋 暫停回來 延安仍然享有領先的優勢 不過樊正宗在這段期間 重整旗鼓 反攻的氣勢不能讓他長起來 對 韓正宗發球 第二次的發球 測身 再測身 直接回檔了一板極限球 看 韓正宗拿到了連拿三分 這個完全掌握了一個極球的位置 好 現在呢 領先的延安呢 這兩個發球應該會有很大的弱點變化了 第一個發球 又是長球 哇 果然 應該 韓正宗要冷靜一下 只要呢 超過五分 大致上 延安就不會很多 右邊的短球 但是選手總是會緊張啦 還是長球 好 掉開 遠台對啦 齁 現在還嘗試要拉一個高難度的直線 最後沒有進 哇 這個是強力的對攻 而且兩位選手其實都是正反手 也相當均衡啊 來到了中遠台還能用反手來對啦 相當不簡單的一件事情 好 等到落後的韓正宗發球 以延安來講 白短的機會蠻多的 他的戰術就是不讓你攻 好 白短 哇 好球 這個球呢 非常有技巧 所以 比賽的過程當中呢 以這個整個打法上 延安實施的比較徹底 很清楚 對他有利的 他基本上用的時機都很對 那這個小老弟 凡正宗好像還沒有發現 還是沒有發現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執行的戰術呢 是不是對錯 影響很大 接下來 9比5的領先 在發球上 延安是不是發反手位呢 好 先發一個正手 第三板之後的搶攻 對 事實上呢 這個 凡正宗也不敢橫移過來的 他一直擔心是不是又一個擊場球 所以這個是發球在欠子 整個在位移的部分是被延安給鎖住了 鎖住了 這個完全鎖住 完全沒辦法進攻 好球 這個晃的動作 假動作 拿下第6分 炒了一個直線球也讓 凡正宗暫時化解掉了對手的一個賽末點 不過現在 延安 10比6 還有4個機會 能夠拿下最後的勝利 白斷 側身拉了 哇 這板強勁的側身 讓延安最後鎖定了勝利 第6組的比賽比數是11比6 由身穿紅色球衣的延安獲勝 歷經了一番苦戰之後 他是以4比2 擊敗了同胞好手樊振東 延安也登上了今年瑞典公開賽 男子單打的冠軍寶座 當然這邊也要請突然跟我們分析一下 這一場相當激烈的龍針虎鬥 延安最後能夠獲勝的關鍵在哪裡 對 這場球賽可以欣賞兩位選手 高水準的正反手搶拉的技術 那最重要呢 這場球賽延安能夠獲勝 主要原因就是發球的時候呢 他很清楚在緊要關頭呢 他可以發直線的短球之外呢 突然間反手會長球做一些變化 再加上呢 這場球賽 延安本身呢 積極的做一個側身正手搶拉 這樣的壓迫性的打法 使樊振東只是在防守 那樊振東這場球賽感覺上 總是一直依賴他的反手的領球而已 所以忽略了他的搶攻 所以比賽呢 等於說攻擊比較弱 所以最後呢 2比4落敗